大家好,这里是每日听书,我是主讲人册子,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以便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听书咨询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在这里,特别鸣谢美国知名珠宝品牌Mason & Madison Co.对本视频的大力赞助。 每件Mason & Madison Co.首饰都是由设计师精心设计,并由工匠手工打造,能够显著提升女性的个人魅力。 不要错过为您自己或您爱的人选购一件特别礼物的机会。 立即点击视频评论栏中的链接,现在下单即可享受,减免70%和赠送钻石项链礼品的独家折扣。 赠品数量有限,先到先得。 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,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。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,能够为自己思考,不断地成长和学习,似乎成了每一个人都需要掌握的基本能力。 为自己思考,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这本书,就像是一盏指路的明灯,它不仅让我意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,还教会了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一理念。 书中的核心观点是,终身成长不仅仅是关于职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问题,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,一种生活态度。 作者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他人的故事,展示了如何在不断地变化的环境当中保持好奇心,如何通过不断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来应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。 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学习如何学习的这一部分。 作者指出,许多人在学校完成学业之后,往往会停止学习。 但在今天,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持续学习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。 书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,比如如何设置学习目标,如何选择学习资源,如何通过教授他人来巩固自己的知识等等,这些方法都极具启发性。 此外,作者还强调了思考的重要性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,我们经常被各种信息,各种任务所淹没,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,为自己思考,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忙当中找到思考的空间,如何利用这些时刻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。 这让我在处理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,变得更加从容不迫。 书中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就是关于失败的态度。 作者认为,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,而如何从失败中学习,如何将失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,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的技能。 这一部分内容让我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对失败的看法,学会从每一次失败当中寻找学习的机会。 读完这本书之后,我感觉自己更加明白了,如何为自己思考,如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保持成长。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这种持续学习和反思的习惯都让我受益匪浅。 总之,为自己思考,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这本书,不仅是关于一本学习技能的书籍,它更多的是一本关于如何生活的书。 它教会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保持适应性,教会我们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自己思考,为自己成长。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提升自我,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方式,这本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,希望你能够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你身边的人, 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成长。 如果需要购买这本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好的朋友们,本期听书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